嘿 大家好 又是我這把這麼熟悉 這麼親切的聲音 這麼久沒聽到聲音 是不是有點想掛著我呢 正所謂 冤有頭債有主 我在最近 不知道多少日前 說要挑戰這個水光姐2222分 那條片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很可惜 天道英才 我剛巧狀態不好 所以我就25到現在 才要一雪前辭 一定要將去年 不是 最近那些屈辱 今天還回來 我跟你說 然後我就叫了一個很特別的人 陪著我一起折騰這個操作 各位 然後我就 輕輕地試了幾手 然後我又換了這個親愛的 iPad 搭了一陣子 還做了一個破天荒 不知道有什麼意義的震法 鼓勵我的士氣 然後我就放棄了 先不要退 有些時候 因為我要對自己善良 其實 2222分 這個數字這麼漂亮 我們就 下降不起來了 那挑戰這個1000分 拆我0 也是挺好的 對不對 說回幾個小技巧 到我越後面的炸彈 速度就越快 所以我們切的時候 我都要由下向上 要收刀要收得快 不可以有那麼多的動作 如果不可以可以切好炸彈 這個就是我們的正確示範 然後你如果這樣打個圈切的話 就不太好 你如果從上向下切 你這樣炸彈跟上來 你都未必可以避得到 有些時候他就不按通路出牌 就像現在這樣 很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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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剛才的方法 相應的方法就是 你如果感覺到他的水果 是一波風的衝過來 你就馬上打圈切 這樣就不會比較切 因為我射我QG的過程 我沒試過 很多水果衝過來 之後又有炸彈 這樣就很難玩 對於我來說做不到的事 簡單來說 我後面就有兩種刀法 打圈切 還有快切 快點收刀 另外也要注意一下 切石櫥的時候 不要像我這樣 切不準 之後呢 其實切石櫥不是 食指要用來動 其實是 震動的手肘 令到手指不斷震動 這樣會好一點 那你說用兩隻三隻手指 切會不會好一點呢 個人覺得用途不大 首先是 太多手指都切不到 因為石櫥那麼小 也不算很大 然後 你多手指的摩擦力會增加 你也未必震得那麼順暢 所以 就有點麻煩 我覺得沒什麼用 好啦 正式開播了 接下來就不廢話了 慢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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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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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